另一方面作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第一位亲自到访基辅的外国领袖 英国首相约翰森一直都在国际舞台上 积极声援乌克兰 这名即将离开唐宁街的领袖 星期六在网络上发布一段视频 显示自己曾经亲身参与乌克兰军队 在英国的军训活动 以行动展现大英帝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约翰森告别唐宁街在即 上个星期特地到约克郡 造访在当地接受训练的乌克兰军队 英国首相官邸星期六公布的视频显示 约翰森一身迷彩军服亮相 除了旁观乌军演习 也亲身投入部分军训环节 包括测试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和投掷手榴弹 视频的最后 约翰森也和乌军合影 并且用乌克兰女高夫荣耀归于乌克兰 英国政府在7月9号宣布 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战术训练 课程涵盖武器使用 战场急救 野战和巡逻战术等 除了400多名在约克郡受训的乌克兰军人 还有一批乌克兰海军 在苏格兰接受英国皇家部队的培训 此外 英国也为乌克兰提供了 6900套反坦克武器 120辆装甲车和多管火箭系统等 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 约翰森上个月宣布 追加1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 战争爆发迄今 英国一共为乌克兰提供了 23亿英镑的军事支援 总额仅次于美国 约翰森因为丑闻缠身 不堪逼宫压力 已经在7月7号宣布辞职 目前担任过渡首相 直到执政的保守党党员 在前任财政部部长苏纳克 与现任外交部部长特拉斯之间 投票选出新任党魁和新首相 投票结果将在9月5号揭晓 马星车电视综合报道